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雨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在家里面会用到的美容仪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每天都在家里面 然后每天都在用各种的仪器 在我的洗手间里面 也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要介绍就是 Newface的这个电流的 微电流的美容仪 这两个呢就是我平时 在化妆前或者拍照前 就会喜欢用到的 因为它可以快速的就立竿见影的 让你感觉自己的脸被收紧 然后 我是旅游的时候 我会带他们 就是旅游的话 因为比较麻烦 然后在外面经常还喜欢拍 女孩子都喜欢拍美美的照片 所以我在外面旅游的时候 一定会带一个这个 就是Newface的这个Fix 它就是专门就是做眼睛的 就是因为我经常醒来 我黑眼圈是个非常重的人 因为我睡觉也睡不太好 所以就是眼圈非常重 然后我就会需要用这个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早上起来就给我消肿 然后让我就看起来更有精神 然后这样的话 我上窗也就会更有自信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它比较小嘛 它很好的鞋带 然后我就是会用它去做全脸 虽然它是做脸的 而不做眼睛的 但是我实际上是会用它 就是像这个大的美容一样 就是这样去做我的全脸 然后就是用小的去做我的全脸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这么去做啊 然后就会显得脸更 早上起来就没有那么肿 然后就有一个提拉的效果 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只小的 然后但是它有个坏处 就是它的电池非常容易坏 就是如果你长期不充电的话 就官方也这么说 就是很多人的电池都坏了 如果你长期不充电 你再充上电 它就不打开不运作了 然后我这个眼部的这个 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然后我就在Current Body上买的 然后我就找客服 客服就帮我换了一只新的 然后我刚拿到这只新的 那他们的包装大概就是 大的是这个样子的 小的是这个 就是这是它的包装 然后呢 他们也有自己搭配的凝胶 那脸部的配的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胶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质地 就是一个像芦荟胶一样的质地 但是它会比芦荟胶更加的 差不多吧 其实就是更黏一点点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如果替代的话 可以用芦荟胶去替代 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这样的液体 然后眼部的这一个 它配的这个凝胶呢 是一个这样的颜色 看一下 它很少 哦 看得到吗 对 这个是眼部凝胶的一个质地 然后 它们都还挺轻薄的 就是一推就推开了 就跟水一样这样子 嗯 那平时就是出门的话 我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眼霜来用 就是比较方便 嗯 嗯 所以就是最喜欢的 这种立竿见影的东西 但是它其实 嗯 我们说是长期用的话 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个差别 但实际上我觉得 更多的它还是一个即时效果吧 因为它就是微电流 刺激一下你的肌肉这样子 呃 给你的皮肤进行一个 即时提拉的效果 我也是看了张嘉妮推荐以后才去买的 以前就是 给妈妈有买过 但是因为电池坏了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它电池是这么脆弱的 然后我在网上也有看 有人把它拆解掉 就是这个电池 然后里面就是构造还比较普通 嗯 它们如果说是Trinity 就是大的那一款 它就是可以有一个reset button 可能那个 如果你没充电 很久没充电 把那个reset一下 再去充电就好了 但是这一款和这一款小的 mini和这个眼部的 它是没有这个reset button的 就如果你真的是没电了的话 只能是把它拆开 然后去外面找那种换电池的师傅 帮你换 那官方维修的话 就不如重新买一个了 嗯 就大概就是这样吧 它是希望你 坏了再去买 坏了再去买 过了保修期这样 就有点像那个 菲利普的牙刷 所以呢 这是它的缺点 那下面 我再说我最爱的 射品美容仪 就是这个 Tripleur Truple的Stop 我有两只这个 美容仪 它们就是我的最爱 因为我感觉 它们是最接近 呃 院线的那个热马集啊 或者说射品 呃 紧敷的 这么一个仪器 那 它 我买了两只 是为啥 因为第一个粉色的是 这个最普通的 就好像是第一代吧 它就是只有一个 呃 射品的功能 它就是打开以后 有这么几个 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 四个头 然后这四个头 接触你的皮肤 就会发热 然后它就会 到达你深层的 呃 什么呃 就是深层的皮肤 去刺激你的 胶原蛋白重生 然后大概就是 一开始 呃 是 用的比较平凡一点 然后到后面 也就是维持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月 做一次就好了 然后也不要做的 太平凡 因为我前一段 也有看一个帖子 就是在说 很多人 呃 发现自己的角质层 就是肌肤屏障 有受损 就是因为 就是长期 就是频繁的使用这个 它就会一直 烫你的这个 皮肤 磨砍你的皮肤表层 又烫里面 所以就实际上是 对你皮肤有损的 所以还是要按照 就是它的说明书 一开始 用稍微频繁一点 一周一次 呃 两次 然后到后面 就是你觉得 自己已经开始 就是习惯了它以后 一定要开始放缓频率 大概一个月一次 这样子 就不会让你的皮肤受损 那么这一款 它就是只有一个 射频的功能 就是刺激你的 胶原蛋白重生 它就是加热 你就会感觉 用的时候热热的 然后整个脸都红红的 然后 不能太长时间 它有一个灯在这边 就是这个灯会闪成红色 如果就是你的皮肤过热了 内部的皮肤过热了 它就会提醒你 那它的坏处就是 你大概需要用半个小时 或者更久 就才能做完全脸 然后你在做额头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疼 因为它离你的骨头非常近 就这里皮肤很薄嘛 然后就感觉自己有一种刮骨的感觉 那这个它就是 我当时就先买了这个粉色的 我就觉得它 还挺好的 热热的 就是感觉 有时候皮肤 非常累的时候 就或者非常 就是感觉你的皮肤很干啊 或怎么样 我用一下 我就觉得 热热的很舒服 但实际上就是说 用完了以后 一定要注意补水 不然你的皮肤会变得很干 毕竟它加热了嘛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什么 然后就是 用完它以后 我就发现自己的皮肤 有变得更烹一点点 那我主要是有一些法令纹 然后我就会把它就是这样子 平时这样子往上拉一拉 然后刺激它 胶原蛋白重生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还挺好的 所以我就又去买了 这个Stop V Stop V的 和它的差别 就是多了一个V 这个V就是V这里 V 我是一个 不是很有下合线的人 非常不自信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就是让自己的下合线 更明显一点 然后我就去买了 这个Stop V 那它的好处就是 它有另外一个功能 那说这个功能就是和 我们去 医美院线做的 那个热马级类似 就是它会到达你的筋膜层 然后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做 它就可以就是 收紧你的筋膜 然后筋膜层 然后让它就是气到一个 让你的下合线更清晰的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这也是我最喜欢 这个仪器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然后 就非常棒 我以前真的是没有下合线 我用了它以后 明显开到下合线 就是这个是我推荐大家 一定一定要买的 如果你没有下合线的话 那它这个功能 说明书上说 是不可以用在其他面部 其他地方的 确实也是有点疼 就是它有点像那个小针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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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你也能听到那个声音 哒哒哒哒哒哒 这样打过去 一条 所以 如果很怕疼的姐妹 就是一定要小心 那么我就发现 实际上它会让你感觉到很疼 是因为 它有水分 就是我洗完澡的时候 会出汗 你涂完凝胶以后 它再出汗 然后再去用的话 就会很疼 就可能是倒电的关系吧 所以就一定要注意不要有水 那它的凝胶是一个比较 黏稠的质地 然后呢 也不能有替代品的那种凝胶 这个是它的凝胶 然后这样大大的一罐 然后但是它里面 就是非常的 嗯 黏稠吧 你看它就是 凝胶 有点像 DQ冰淇淋 倒杯不撒 然后你 都不害怕 那它的这个质地 大概就是 这样子 非常黏 它的质地 这样子的 就很黏 这是它的凝胶 那么它的 凝胶就是 一定要洗干净 不然就会焖动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然后还有就是 用完一定要清洗 像之前New Face的两个凝胶 都是可以敷在脸上 就是保湿的作用 那么这个凝胶 就是它只是一个 隔热的作用 所以你用完了以后 一定一定要把它洗掉 不然就会闷痘痘 那现在这两款 它们属于是 比较老一辈的产品了 现在已经有新的 upgrade了 高级的版本 就是缩短了你 整个这个 做脸的时间 大概是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那款机器 也会比这个 大概是贵了一倍吧 这两个大概 我买的时候打折 就是可能 这个是 一百多价币 这个是 可能一百五十价币 然后这个大概是 三百 三百五十价币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一款 就是缩短时间的 就是可能是 要贵一倍的样子 然后也 容易没货 因为它比较新款 然后加拿大又比较 落后 经常买不到这些货 它们就是一个 射频的 呃 策定胶原蛋白 再生的 紧致肤质的 这么一个产品 那它们家 还有一个叫 Tripolar Pose 那一款 其实我一直很想买 但是加拿大 一直买不到 所以我就 买了一个 替代它们的产品 那么就是 加拿大能买到的 对身体 做射频的仪器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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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